《风雷飞行》表演队 现在是刚才进行了一个六级的通场 这样一个表演 我们现在是两架直十九 专用武装直升机 现在是飞到了观众席的正前放 我们国家唯一一支 以直升机为表演作驾的 这样一支表演队 直升机和直升机相对稍轻一点 它做一些动作 相当于花样 性能上稍有不同 高低搭配 其实总的来说 战斗力 火力壁都是可以的 侦查 还有咱们的火力打击 包括空空空地 包括白天晚上都可以 现在正在进行双击队 对顶 绕顶飞行 看到两架直十九把头低下 进行这样一个环绕的飞行 确实有点像空中芭蕾的这种感觉 对顶飞行时 悬翼间距10米 机头离地 飞低2米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 基础难度还比较大的一个 是吧 是的 跟直九是一个质的提升 比如咱们的挂点里面看 原来直九都是一个一个 是吧 咱们要求就是各两个 包括挂导弹的数量 那就成倍的增加 对于武装直升机来说 它有什么样的实战意义 因为我们毕竟知道 这是武装项目的 飞行员作战意识的熟练配合 操纵动作的清晓宝物 在作战时 您应该有效提高 机组的协同作战能力